現代戰爭又回來了 現代戰爭又回來了 雖然製作團隊大換血 決勝時刻現代戰爭3 依舊承襲著歷代的風格與模式 繼承了過去的精華 不過感受不到明顯的突破 終始展現了戰鬥的氣氛 而且畫面非常流暢 殘破不堪的城市街道 以及塵土飛揚的感覺很棒 在高雄的城市建築以及海中巨大潛衰亭前 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雖然本作沒有物件損壞的設定 不過子彈打到的地方 玻璃碎片、紙張、木屑飛舞的樣子很有臨場感 畫面上鮮少出現令人驚訝的特效 與前作比起來進步幅度似乎不大 槍枝上的反光變得不明顯 人物的動作還算流暢 表情生動 不過再距移動的方式就蠻生硬的 例如遊戲中直升機的片段 運進的方式會讓人感覺像是沿著預設好的路徑移動 整體來說畫面還算是水準之上 可是會覺得像是兩三年前的水準 有點可惜 槍聲清晰有力 但也有部分的武器虛弱而且沒有存在感 炸彈感覺就像是在耳邊爆炸一樣 在劇中人物的對話搭配上無線電呼叫聲 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和刺激的氣氛 音樂節奏明快 帶動戰鬥時的氣氛和節奏 讓人很快就沉迷於其中 不過遊戲前期常常出現音量比例失衡的狀況 不是音樂聲太大太搖滾 干擾玩家判斷狀況 讓其他音效的表現都被犧牲了 不然就是人物講話音量不均勻 而且定位不清 難以判斷方位 後期戰況激烈 音樂聲過大的問題也有好了一些 玩家比較能投入遊戲中 操作容易上手 射擊時的手感很好 在大量敵人一波波圍攻下也能輕鬆應付 頭彈 跨越障礙 趴下等動作時間短 加上遊戲中提供的彈藥充足 戰鬥節奏快 能享受到痛快殺敵的快感 不過隊友常常莫名其妙出現在前線 誤殺他們就變成玩家最需要擔心的事情啦 線上對戰模式的射擊手感稍有不同 在戰場上考驗的不只是槍法 還得注重團隊默契以及空中支援的使用 平衡度加 且同樣有著不拖泥帶水的節奏 即便是比較大的地圖 也能享受到流暢的戰鬥 承襲現代戰戰2的世界觀 美國遭蘇俄的分離主義分子入侵 雖然美軍已經奪回部分區域 但是紐約、曼哈頓等力仍舊有著一場硬仗等著玩家 遊戲情節就如同電影般展開 但一玩卻發現敵人像是從重生點不斷出現一樣 缺乏鋪陳 而且劇情敘事手法與前作過於類似 不過隨著玩家在世界各地對抗蘇俄入侵 一些著名地標以及偌大的場景 殘破不堪的景象都讓人彷彿置身混亂的世界 接近結局景昌的劇情發展一氣呵成 會促使玩家一直玩下去 不過戰役模式僅4個鐘頭就能全破 是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比起戰役模式 線上對戰才是決勝時刻系列的精緻招牌 本作囊括了眾多的線上模式 不論是線上對戰 或是合作模式 都能享受到快節奏的遭遇戰 透過殺敵累計 呼叫空中支援 以及道具的使用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就是 痛快兩字 不過場地都不是很大 狙擊槍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雖說原有的線上模式 已經讓人流連忘返了 不過很可惜的 備受玩家期待 有著諸多進階對戰 分析社群功能的Elite模式 目前尚未在台灣開放使用 開放時間還要等官方公佈囉 如果期待本作有什麼重大突破 或是新玩意兒的話 那你可能會失望囉 但如果是喜愛線上對戰的玩家 有著豐富線上模式 以及要素的 決勝時刻 現代戰爭3 當然是非入手不可的遊戲啦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3